九合一大選將在十一月二十六號舉行 指揮中心表示 不會把確診者的名單交給選務單位 同時投票所也不會接受違規檢舉 而是事後才接受檢舉 周派影響到投票秩序 等於當下投開票所根本不會知道 有沒有確診者違規前來 因為沒有名單比對 就算事後有人檢舉還查得出來嗎 這個事後的查證非常容易 你有去投開票所去投票 你就會有紀錄 領票的紀錄 那確診沒有確診 我們的那個指揮中心也會可以查得到 所以這兩個一勾擊的話 老實講跑都跑不掉 很有信心 若違規二十萬到兩百萬元 這張罰單開得出去 還是要大家好好遵守防疫規定 畢竟疫情越快控制住 口罩鬆綁也更進一步 指揮中心開出三項指標 單週確診人數低於BA.5 本土疫情出十點 也就是十五萬例 再來盤點醫療量能 以及冬季流感狀況 但這三項得全達標才能放寬嗎 時間點還是未知數 畢竟本土疫情還在觀察下降幅度 不過十二號比上週六再少百分之二十四點九 單日兩萬例以內增加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二例 死亡則是六十人 至於兒童miss c多了一位九歲男童 確診三週後又持續發燒 皮疹草莓蛇 好在經過治療 病況已經好轉出院 本土術脫離高原期當中 但何時達到指揮中心標準 時間點仍是迷 鐵北新聞連至周宣 台北報導